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的這支影片我要來示範用Program 從頭到尾畫完一張圖 並且是在幾乎沒有剪接跟快轉的方式下來呈現 讓大家可以看清楚所有的動作 影片下方也有提供電子檔的下載連結 包含了今天示範的這張圖的線稿 以及配色的檔案以及筆刷組合包 那線稿的話會是PSD檔 可以用Program或是Photoshop等繪圖軟體開啟 筆刷組合包呢就是直接用Program開啟 建議直接用iPad打開下載的連結 就能快速的把檔案會入籠 那為什麼會有今天這支影片的出現呢? 因為我發現很多有來上過課程的同學 在課程結束之後就失去了練習的動力 所以我接下來會每個月更新兩支像這樣子的示範影片 以及提供電子檔的下載連結 帶大家維持每個月練習畫圖的這個習慣 希望同學們都可以越畫越好 那當然除了今天的這支影片 之後新的影片就不再是開放免費觀看的了 一種方式是可以訂閱我的IG 每個月190元就能持續觀看所有的影片內容 並下載電子檔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也可以單次購買 就是用250元購買一個月的內容 也就是兩支影片以及他們的電子檔 下面也說明一下電子檔的部分 會在下一個月的內容上架時就把舊的下架 所以不論你是用訂閱或是單次購買的方式 都記得要在當月份結束之前去把檔案下載好哦 那影片的話則會是一直開放觀看的 只要你有購買到當月份的內容 就可以一直觀看當月的示範影片 最後也提醒一下這系列的影片呢 我會簡單的說明一下我使用到的功能 或是我怎麼會這樣子畫圖 但畢竟它不是課程 所以我不會很有系統的去教怎麼畫出一張圖 所以如果你真是很沒有經驗的同學 還是會建立先購買線上課程或是教學書 先把基礎的電匯基本功打好之後 再來跟著這系列的影片一起練習效果會更好哦 那先選擇一個畫草稿用的筆刷 我自己是喜歡用素描分類裡面的鉛筆筆刷來畫草稿 那我這邊選的是6B鉛筆 先畫出船大概的位置 用橢圓形這樣大概抓一下 然後再用一個橢圓形大概抓一下 我們住叫小熊的位置 那旁邊呢會是一些水流 那些黃色的鉛筆 然後再用一個橢圓形成的 這要印象在上面 黃色的佳麵 你們是十分遠還是 又不見 還要快說 為什麼 就是小熊的 還要放一餐 還是因為 接著呢 新增一個塗層 把第一個這個塗層的透明度這樣低一點 畫出比較明確一點點船的輪廓線 在這邊的三個字幕內容 放些水平均可散發熱的固定 放在這裡的方法上有些東西 放些水平均可散發熱的地方 放些水平均可散發熱的地方 放在這裡的地方 放個50分層的地方 加熱水平均可散發熱的地方 加熱水平均可散發熱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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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